布農祖传统非常尊敬天地信仰主灵 尤其重视耕种作物的过程 都会进行相关祭典 到了现代 很多祭典都被忽略了 其中一个在播种之前 都会举办的抛石祭 就失传很久 悉尼国校就在不落其老的协助下 重新找回 并且特别在校园中 重现抛石祭的祭典仪式 布洛奇老为祭典进行祝祷 也用表演的方式来寄考祖灵 提供学童一个机会学习 因为这是属于布洛族传统的抛石祭 已经失传多年 布洛奇老以及校方都相当重视 希望重现过去的祭典仪 它是要赶邪灵的一个祭典 以前本来就有 但是因为现在 因为我们的原住民的社区 都是用那个西洋的基督教 所以就没有再用 那也是鼓励这个族人 能够今天勤劳 那这样才有收获 那我们想是说 把这个地方开垦成一个 布洛提田的教学园区 那我们希望是说 我们的文化跟神火结合 所以我们就把以前的抛石祭 刚好借着这个新开垦的地 布洛提田的教学园区 开垦完以后 我们就举办一个抛石祭的活动 抛石祭是一种在播种祭之前 为了下鬼怪所举办的祈福仪式 过去也借此选出部落中的勇士 只是到了现在 新一国小用面团代替石头 既不会受伤 也能够体会过去传统 不丢石头的意义 现在快要石团也很少人再用了 然后有这个机会我也很开心 大家一起玩比较快乐 而且是在自己的校园 如果丢石头 石头越大 那个丢东西的声音越大声 魔鬼就会感觉越远 小朋友互丢 就是以前我们布农族青年 在开垦的新地 晚以后部落的青年 就会在新的地里面 然后分两组 互抛石头 早期是真的是用石头了 然后丢到的 要表现出不怕苦 不怕痛 那就会挑选它 变成一个下一次的勇士 透过新校与运动 新一国小校长史强福 找回了过去传统布农族抛石祭 也打造了传统布农梯田 希望让学童在生活中 体验传统鲜明智慧 也能够让传统继续传承下去